第五百一十一集 都巴不得两人出事 九头血狼已经出现在夜晨的面前 张开九个大口 煞血之意笼罩一切 这是死亡的危机 无比冰冷 段怀安眼眸落寞 一切刚刚向好的方向发展 却出现了这种事情 他就是没有算到 净水先生这一颗旗啊 真的是天要王一山门吗 而此刻 夜晨眸子极其严肃 他疯狂地沟通轮回墓地 但不知是不是阵法的缘故 无法沟通 不再犹豫 他逼出一滴精血 刚想动用秘法 一道黄色的身影 却是从他肩膀上飞出 小小的身躯 竟然向着九头血狼而去 小黄 夜晨根本想不到小黄会出手 这家伙不是一直不靠谱吗 虽然可以驱散威压 更是上股血脉 但是林清玄可是说过 小黄只不过是初始状态 在没有完全进化之前 怎么可能抵挡得住 净水先生阵法的力量呢 这九头血狼可不是一般的存在啊 小黄 回来 夜晨道 但是小黄根本没有听的打算 仿佛飞蛾扑火一般 南明道人和其余几位裁判不由觉得好笑 九头血狼可是承载着阵法之力 这更是净水先生的一道力量 哪怕是一头凶兽都无法抵挡 更不用说一只毛都没长齐的小猫咪了 如此蝼蚁还想护主 简直就是笑话 擂台下那数以万计的人 也是振振哄笑 在他们眼里 什么样的人就会养出什么样的猫 夜晨不知死活 没想到养的猫也是如此 只不过这样悬殊的战斗 太没有观赏性了 擂台之上 小黄的身躯稳稳地落在了九头血狼的身前 两者之间不光是体型还是气息 差距都太大了 宛如巨像和蚂蚁 九头血狼怒吼一声 宛如山月的掌印 就这样向着小黄拍来 一旦落下 必然化为一道血雾 小黄快跑 夜晨惊呼出声 小黄却是身子前倾 轻轻的猫叫之声响起 更是同样伸出了粉嫩的手 向着九头血狼而去 这一幕甚至有些滑稽 段怀安调整了呼吸几分 对夜晨道 徒儿 这小家伙是你养的猫 虽然具有灵性 可惜 不过 这小家伙应该能为我们争取一些时间 他的死让我们活 或许是最好的结果 还有 这净水先生的阵法有些特殊 哪怕再强制人在里面 也会受到束缚 并且实力越强 束缚就越大 我们必须破开阵法 马上离开 逼出精绪 你引动火焰和雷翼给我 你我二人力量合而为一 应该能勉强破开 记住 一旦破开 那几个家伙肯定会追过来 我们要做的就是跑 不惜一切代价的跑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话语刚落 整个擂台突然传来巨大的震动 叶辰和段怀安猛的摄像震动的来源 只见那九头血狼的剧长已经狠狠拍下 甚至触碰到地面 而小黄却是不见了踪影 很显然 就在剧长之下 难道小黄就这样死了吗 上股血脉就这样陨落 叶辰心中有些失落 甚至难受 南明道人嘴角 笑容犹盛 脸盲对九头血狼道 赶快斩杀那两个家伙 可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九头血狼没有任何动手 反而身躯颤抖 脸庞极度猙獰 就好像很难受 渐渐的 那原本触碰地面的剧长缓缓抬起 一道倔强的黄色身影 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中 不就是叶辰带来的猫吗 关键如此之力 对方居然还活着 甚至还把九头血狼的手 强行抬了起来 这他们还是猫 上股神兽也没这么夸张啊 南明道人的笑容彻底僵硬 他有着不好的预感 他连忙手指掐绝 刚想激活阵法的全部力量 突然一股极强的反噬之意袭来 他再也忍不住 吐出一口鲜血 同时 在他惊骇的目光下 小黄那小小的身子 竟然犯着万丈神雷 这是当初小黄吸收的雷电 神雷不断蔓延 甚至如一张大网 将九头血狼捆绑 小黄突然加速 仿佛变成了一支利剑 直接穿过了九头血狼的剧长 一支剧长当场化为一道血雾 九头血狼传来 猙獰而又痛苦的声音 另一只手更是露出宛如尖刀的利爪 向着小黄而去 小黄四肢骤然爆发 身躯离地 甚至超过了九头血狼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九头血狼 那如琥珀一般大眼珠 竟然闪烁着一丝不屑 突然 小黄的嘴巴张开 一道惊天巨响轰然而起 夜晨很清楚 这根本不是小黄的声音 同时 一道巨大的虚影隐约之间 在小黄的身体中涌出 虚影只是一瞬间很快消失 这个虚影 夜晨见过 在轮回墓地 真正的上骨巨瘦 这是小黄的终极形态 小黄的怒吼 显然震住了九头血狼 他那狂暴而又猙獰的眼眸 瞬间变为惊恐 下一秒 更是四肢弯曲 跪在了小黄的面前 宛如沉浮 这是来自血脉的沉浮 这一幕 让在场所有人都懵了 谁能想到 一个阵法凶兽 竟然沉浮在一只猫咪之下 这说出去也不会有人相信的 郑老和邱落成的表情 难看到极致 他们不相信 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 这九头血狼的恐怖 这可是静水先生的一道力量 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被破坏 关键还是一只猫咪 就在郑老等人 还未彻底反应过来的时候 小黄却是动了 瞬间来到了沉浮的 九头血狼的头顶 小小的嘴巴张开 竟然直接咬在了九头血狼的身躯之上 看似人处无害 但是下一秒 九头血狼的身躯竟然消散开来 那强大的阵法之意更是轰然碎裂 悬浮在半空中的阵盘也是落了下来 四分五裂 四分五裂 一切恢复平静 整个世界在这一刻因此宁静 无数双眼睛就这样盯着那头 只有几十公分的毛茸茸之物 他们实在想不通 一头如此无害的畜生 竟然轻轻松松就摧毁了一切 这真的是一只猫咪吗 猫咪碾压如此凶兽 开什么国际玩笑 台上的段怀安也是有些震住了 在杀戮之地的时候 他隐约知道叶晨有些驯兽的能力 不然狂杀黑虎也不会成为叶晨的坐骑 但是就算叶晨会驯兽 也不可能掌控如此强大的存在 他也算见多识广 但是却从没有见过昆仑须 还有这种匪夷所思的物种 难道这是上古妖兽的遗种 小黄做完这一切伸了一个懒腰 一步一步地向着正老等人走去 所有人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这不知来历的小家伙 连净水先生的阵法都可以破掉 更不用说他们了 他们很清楚 以他们的力量 对上这小家伙根本没有资格 小黄目光扫了一眼所有人 眼眸冰冷 甚至有着淡淡的杀意 不过他没有动手 他很清楚 对付这些修炼者 远比比对付酒头血狼还要困难 他转过身 一个跳跃便是来到夜晨的怀里 继续睡觉 甚至很快就传来了微弱的呼噜声 仿佛刚才所做的一切 什么都算不上 夜晨看着怀里的小黄 愈发欣喜 这次是真的捡到宝了 这小家伙很多时候比血龙都要关键 关键 这还是原始状态 下一次进化之后 估计能够随随便便 斩杀虚王镜一类的强者 突然 夜晨发现 小黄身体表面好像附着着一道淡淡的光芒 这光芒应该是阵法之力留下的 在光芒的覆盖之下 他能隐约之间 感觉到小黄的周身 蕴含着狂暴的能量 这有点像体内血龙吸收血气一样的存在 应该也能让小黄爆发出机枪的杀招 随后 夜晨身后传来了短怀安的声音 徒儿 这天才之笔 你还参加吗 毕竟两人闹出如此之大的事情 虽然静水先生的力量已经破解 但是之后想要正常参加比赛 根本不可能 夜晨抬起头 冰冷的目光射向了裁判席的几位 并且一步步向着他们而去 正老邱落成乃至受了重伤的南明道人 眸子齐齐一缩 他们更是看了一眼怀里的小黄 越发恐惧 那小家伙可以抗衡静水先生的一道力量 再加上断怀安 他们想要奈何夜晨很困难了 唯一的办法便是让静水先生亲自处置 但是静水先生一直都没有出现 自然是走不开 不然早就降临于此 夜晨居高临下地看着几人 冰冷的目光让他们如坠冰枯 我只说一句 你们确定还要阻拦我 如果还认定我的违背规则 那不好意思 我就真的只能抹去一些东西了 刚好小黄没有吃东西 你们应该足够当他的食物了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瞬间让千决广场的温度低了十几度 这明显是威胁呀 普天之下竟然有选手敢如此威胁裁判 关键 这群裁判反而变成了弱势群体 什么也不能做 这是什么事啊 郑老和南明道人敢拒绝吗 当然不敢 就算他们不惧怕断怀安 也惧怕夜晨怀里那不知来历的畜生啊